监督 你醒了 应该没事了 今天就能出院了 我这是怎么了 你发烧了 你男朋友在这里守了你一夜 今天早上接了个电话着急走了 这是他给你买早饭 你休息好了 十一点前离开就行 谢谢你 男朋友 陈宇 怎么了 一大早就把我们叫过来 昨天 洛丽让夏晓宁去给丽总送文件 你知道吗 洛丽 我不是让你送去给丽总吗 不好意思啊 郝总 顾总 我昨天是打算自己去的 但是临时 刘总也打电话 让我过去对接一下版权问题 我走不开 就叫了晓宁去 以后不准再这么自作主张了 我知道了 郝总 那夏晓宁为什么会被关在工厂呢 我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郝总 好像是说 当时的管理人员不知道里面有人 那丽总呢 你能联系得上丽总 为什么夏晓宁联系不少 嗯 洛丽 这个事情 你要找丽总好好问个清楚 对不起 郝总 我昨天 以后这种不守时的人 终止全部合作 行了 没你事了 出去吧 站住 对不起 你知道昨天下多大雨吗 因为你的疏忽造成了其他员工的伤害 你负得了责任吗 对不起 郝总 我下次一定不会了 文件平时都是用快递的 对吗 什么文件这么重要 需要亲自去搜 陈宇 这个事情不怪洛丽 是我 是我觉得那份文件比较重要 想着送过去 什么时候我的助理 变成全公司的助理了 另外 这么简单的工作你都做不好 恐怕其他的工作你也没有办法 哥 郝总 延人姐 夕远 你怎么来了 你是来找你哥是吗 那你们先谈 洛丽 嗯 我们先出去了 洛丽我肯定会好好教育她的 放心吧 你来干什么 我来看你啊 哥 说吧 又惹什么麻烦了 好 总 好 好 好 总 新顾的 你给我出来 这位小姐 你有什么事吗 我跟你说得着吗 让新顾的出来 我方言的敢行也敢耍 我知道你在里面 是男人的话 你就给我叔叔来说清楚 您先别激动 方小姐是吧 顾总她真的在忙 您现在就算进去了 也什么事情都处理不了 不如这样好不好 您先到我办公室坐会儿 等顾总忙完了再来跟您谈 好吗 方小姐 请 小宁 我们出去聊一下 小宁 我为昨天的事情向你道歉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 都已经过去了 我也不想再追究了 既然我欠你一个人情 我现在就还你一个 刚才你看到那个叫方言的女人没有 这些年像这样的女人太多了 我跟在郝总身边 也无数次地看见郝总 替顾总摆平这些事情 有时候想想 我也挺为郝总不值的 我相信你也感觉到了 顾总现在对你 是有那么点不一般 可是你也看到方言了 当初的她还不是这样 最后呢 最后是谁 去解决这些女人 顾总身边 又还剩下谁 顾夕远 你钱都被断了 还出去胡闹 还有 你是不是该佩服眼镜了 眼镜 不是 哥 我真的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是她 你也知道 我特别地有魅力 这我懂 但是以后惹了麻烦不要往公司跑 这里是工作上班的地方 知道了 哥 一天到晚被你和爸念叨死 我这不是碰巧吗 她就像个鸭子一样 跟跟跟 跟过来的 哥 行了 我知道错了 这样行了吗 不行 顾夕远 你就是要吃点亏 才能长大了 夕远 刚才那个女孩已经走了 走了 燕仁姐 你好厉害 她可没那么好打发 她这样就走了 只要你不要用所谓的 什么真爱论去打发人家 给点气势的利益 利益 她说她喜欢我 还收了钱 我找她去 还胡闹 夕远 你是真的不能再胡闹了 要不这样好不好 你先到楼下餐厅等我一会儿 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 一会儿我请你吃午饭 行 就这么定了 哥 那我先走了 拜拜 你可不能这样惯着她 这样对她不好 我知道 但是话虽然这么说 也得慢慢来不是吗 对了 洛莉 我已经说过她了 她的绩效我也会扣 我知道她这次是真的长教训了 能不能看在她跟了我 这么多年的份上 再给她自己回 这件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 陈宇 马上要到饭点了 要不跟我们一起吃饭吧 不了 你去吧 需不需要帮你带点什么 不用了 我不饿 好 好吧 走了 是什么 你去吧 来 顾总 怎么没回家休息啊 身体好些了嘛 我没什么事了 谢谢顾总 昨天送我去医院 昨天的医疗费我会还给你的 没多少钱 就当加班费吧 那不行 一码是一码 顾总 您还有其他事情吗 没能参加昨天的海选 我希望 你不要难过 我不难过 真的 顾总 错过了一次 没有什么的 我已经开始准备女二号 还有女三号的海选了 虽然我知道 这么重的角色 可能希望不大 但是 不试一试又怎么知道呢 好 那你加油 谢谢顾总 这家餐厅的味道还不错 我经常过来 没你做的好吃啊 燕仁姐 你啊 就是嘴甜 你做的菜啊 连我爸妈都赞不绝口 你看起来 不像是那种会做菜的人 你是不知道国外的饭有多难吃 所以说我这是迫不得已 只能自己做饭吃啊 那你是大学才回国念的书吗 对不起 燕仁姐 我 我不是故意的 你知道 我 我不会说话 没事 其实就算我父母没有出事 我也打算回国来发展的 这些年 真的很谢谢叔叔阿姨收留了我 燕仁姐 有你在啊 我爸妈很开心的 你要是能少惹点事 叔叔阿姨会更开心的 好了好了 不说了 快吃饭吧 好 沈宁 吃午饭了吗 吃了 你看你 身体才刚好 就来工作 我给你买了一些保养品 很好的 谢总 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我不需要这些的 没事 身体好了也可以吃的 对了 小宁 昨晚 你和顾总 顾总他昨天晚上送我去的医院 大概就是这些 当然嘛 这上司关心下属 很正常的 对了 小宁 我看你今天好像不太开心 是海选的事吗 没关系 回头我帮你招呼一声 专门给你安排一次面试 不是什么 谢总 谢总 您关心我 我真的很感谢您 但是错过海选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任 成为一名优秀的片衣演员 也是我的梦想 我也会为我自己的梦想负责任 我真的不需要任何人 以任何方式 为我走任何捷径 我的意思是说 我自己 会努力下一次面试的 不需要任何捷径 那你好好准备 我 先走了 谢总 这些 您还是都拿回去吧 让您送我花 不太合适 您要是不喜欢的话 就扔掉吧 还有 你 录音我已经录完了 等一下发点邮箱 莫不宇这么快就交音了 顾总 顾总 怎么了 莫不宇的第一期声音已经交过来了 我发到您邮箱了 我待会儿听一下吧 对了 你是负责对接的 那你也写一份反馈意见吧 我 我可以吗 当然 我相信你 谢谢顾总 莫大 声音已收到 并且准发给了老板 出了反馈意见 我再发给您 谢谢您这么效率的第一期音 辛苦了 应该的 对了 我看网上说 你们公司在海选招募 你这么喜欢配音 有没有去参加 本来想参加 可是错过了上一轮 不过我已经开始重新准备了 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绝不丢我们莫家的脸 加油 期待你的好消息 有男神的鼓励 一定会有好消息的 也有漫长的灯 好 静候加一 你看见你了 却又想逃走 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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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杯马天尼 不论 来杯劲更大的 劲更大的 生命之水 波澜的温哥 你是我第一个看见这么喝的人 说说吧 有什么心事 我也解解闷 有这么明显吗 还真有 最近我好像看上了一个姑娘 你这什么态度 你如果跟我说你看上一个男人 我可能还会有点惊讶 谢老板看上的姑娘还少吗 不 不 不 这次完全不一样 经过预测 她很有可能就是我的真命天女 塔罗牌显示 我和她的击派是仙人掌握的 然后当天她就拿着仙人掌 走在大马路上被我撞 你说一个姑娘 拿着个仙人掌在大马路上 本来这机率就够小了 她偏偏是我公司的员工 你说这不是天意吗 原来还是窝边草啊 对 这不是重点好吗 虽然她没什么长相 身材也挺一般 不过好歹工作认真 人也很单纯 总体看起来挺可爱的 虽然我郁闷的事 我还没想怎么样 人家对一个配音小网红 硬是死心塌地的 你说我这腕子挑衣的人中龙凤 还比不过一个过气网红 还是那种不敢露脸的 你刚才说的那个过气的小网红 是默不语吗 对 你怎么知道 碰巧在前几天刷到新闻 莫大 您发来的声音我已经听完了 我觉得特别好 不过还是要请您等待 后续项目组给出的具体意见 辛苦了 下班了还不走吗 走吧 我送你回家 谢谢顾总不用了 默不语的试音我还没听完 我想听完以后再回家 来 若你也忘了我 我到底该归宵何处 喝 喝 别管我 不好意思啊 一起喝 好了好了 抱歉啊 拉 你 白瞰 我 刚才晚上 他不喜欢我 人气也是 咱们都是 对对对 对 我先送他回去 你盯着点啊 来 走 你到嘛 你到嘛 在啦 我都我是 她才待啊 迥 rapp 谢飞 不好意思 你没认识啊 她是我朋友 就住我家隔壁 她怎么不爱喝成这样 没事 那个 我麻烦你个事 今天我们这儿人手不够 你帮我把她送回去好不好 好 我刚好也要回家 交给我吧 可以可以 来 我 不会儿去 我这还好 回家喝 可以可以 回家喝 回家喝 喝一只喝 回家喝 喝什么 行吗 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注意安全啊 第一万 你再给我一杯 喝那么多干嘛 真是痛 我家也酒消愁 酒 真命天女 不喜欢我 真命天女 什么古早的词汇啊 marriage 真的 是吧 你 啊 你 你就是我的仙人掌女孩 仙人掌 晓宁 我告诉你个惊天的秘密 你肯定不知道 什么秘密啊 你知道谢飞为什么喜欢你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你还记不记得 你送我的这盘仙人掌 记得呀 怎么了 那一天谢飞在公司算卡罗牌 正好算到他会遇到他的真命天女 而他们的牵绊就是仙人掌 所以他下班回来 看到你拿着仙人掌走在路上 就认定你就是他的真命天女 这理由也太奇葩了吧 你看啊 我对他的言一见钟情 而我才是这份仙人掌的主人 这就是缘分对不对 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爱人理由 还真的挺适合谢总的个性的 你跟你们的顾总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是他送我去的医院 那我好歹是为了公司办事 我生病也算是工伤吧 他要送我去医院这也很正常啊 他是老板 我是员工 这一层关系 我还是很清楚的 我怎么 听着觉得很不对劲啊 感觉像在赌气 没有 你就别瞎猜了 我 我的大瑶瑶 对 你们两个今天约好了 一个接一个地来喝 谢飞也来了 喝得烂醉 刚送回去 我最近认识一个女孩 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员工 长相 身材都一半 但是工作的时候 特别认真的 有的时候还挺傻 总体单纯可爱 我怎么听这话有点耳熟啊 不过 我特别不理解女生追星啊 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对的 就算做错了 也不生气 更重要的是 她连面都没见过 我插一句啊 你喜欢的这个女孩 她的爱豆不会也是莫不语吧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这姑娘我一晚上都听两遍了 总之你先别纠结 我问你 莫不语不就是你吗 是啊 那你还惆怅什么 可你不懂 她喜欢的 是莫不语 而不是身为莫不语的我 你自己跟自己较气 有意思吧 你是不是莫不语 莫不语是不是你 就不就得了 既然人都是同一个人 名字有什么重要的 这件事 喜欢最重要 可是 也可是了 这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顾晨宇的性格 其实这件事你怎么做 我并不能帮你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认为 你喜欢一个人 就应该勇敢地真正 让他知道 他从一开始喜欢的人就是你 一切都是皆大欢喜 只有这么简单 余下的千万年 没有你 有谁还记得 顾晨宣这个名字 刚才大家听到的 就是莫不语的第一期声音 我已经让晓宁写了一份反馈意见 如果其他人有什么想法 可以提出来 汇总到晓宁这儿 从专业角度上来说 确实可圈可点 声线很适合望穿 不错 晓琳 你真的挺有眼光的 谢总过奖了 是因为莫不语她真的很优秀 莫不语的配音的确是很稳 所以我们更要加紧其他角色的选拔 不然到时候男一第一期都录完了 其他角色人还没定下来 那可就不好了 最近我注意到 网络上有一位人气很旺的女声优 叫唐雪 我觉得她的声音就很适合女二号 好了 接下来我们顺回男一号 晓宁 我希望你尽量能和莫不语见面对接一下 面聊啊 我之前有试着约过莫不语两次 但都阴差阳错没有见上 我估计会不会因为莫不语 对见面这件事情还有所顾忌 我觉得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比较清楚 我希望你可以再试试 我明白了 那我再尽量去联系她吧 没什么问题 散会吧 莫大你好 第一期的试音已经听完了 真的非常棒 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想要沟通一下 不知道是否方便当面沟通呢 怎么说比较好呢 莫不语会不会以为是我自己私心想要见面 不过顾总说得也对 的确见面沟通会更好一些 斯蒂威说得对 要想知道答案就直接问 这个夏小妮还在犹豫什么 莫大您好 同事们都对您第一期的试音赞不绝口 今天老板交代 需要我当面跟您沟通一下 不知道是否可以呢 可以 今晚八点 先杯小咖啡酒 这就答应了 好 臭美一下 这个礼物终于有机会送出去了 我们要没有必须 每晚的文化 我们开始做成了 遗索 也不用别人 收育 我们走 我们不要爱 我们就要 开始 我们在儿童 是 您好 您好 您快请坐 不好意思 我实在是太紧张了 您看看 您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 不用了 对了 莫大大 这个 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今天 是我喜欢你的第四年 四年前的今天 我知道 四年前的今天 你关注了我的微博 四年里 你每天都在给我发私信 我都看了 你竟然都看了 我感受到了你的真仇 也感受到了 那份感情 我以前觉得 这种感情太过盲目 但过了很久 我才发现 这段感情原来这么地真挚 小宁 我 等一下 不好意思 莫大大 我想 你不要误会 我约您出来单独见面 纯属是公司层面的 我绝对没有单独想要和您私自联系 小宁 你发给我的消息 我都认真看了 我很感谢 你跟我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很感动 我今天来 就是想要问你 华小宁 你是喜欢莫不语的 对吗 不对 不 不是 全都错了 对吗 莫大 我承认 我是喜欢您 但绝对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我很感谢 这四年来 您声音对我的陪伴 但我对您 除了崇拜之情 没有任何男女之间的感情 我只希望 您是我二次元世界中 那一个可以倾诉的树洞 我的精神支柱 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想过 小宁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虽然 那个人好像不喜欢我 他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我和他工作的地方 隔着一道玻璃 你 但我却觉得 好像隔着千山万水一样 其实 我本来是想要跟你发私信 来说一说 我这段感情的苦楚 但是没想到 今天 让你当面成了我的树洞 多少了 最后 我听得看 你的 När 你 想被拥抱 告白的蹊跷 活在我上 甜蜜的谦责 终于看见你了 却又想逃走 却又想逃走 你和我 戀人朋友之間 表白是夢幻現實極限 再軟弱再沉默 只要你一回眸 我就有力氣抬頭 為我卸下最完美的開頭 不經意的邂逅 等候是誰忍不住誰開口 解鎖成就 為牽你的手裝作朋友 漫長的等候 輕聲的吻好像被擁抱 告白的祈求 活在我手 甜蜜的牽走 終於看見你了 卻又想逃走 我心想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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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端就在家裡 我心想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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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逃走